对于脂肌管哮喘的一个治疗 它用我们脂肌管哮喘 我们自导分为急性发作期和缓解期 中医有个特点 极得治标缓得治本的一个治疗方法 中医对于过敏性疾病 有一个特殊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 一 调整体质 因为我们从中医角度而言 对于过敏性疾病 我们认为它的最主要原因 它就是由于震气不足 胃表不顾 所以不能够耐受外寂的一些过敏因子 所引起来的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 对脂肌管哮喘的治疗 很多时候采用日平风散 或者是冬季采用一些高方 夏天的时候采用一些冬冰夏子贴肤的方法 通过辅助我们的机体的一个震气 然后提高机体 对于这种致敏因子的耐受能力 从而减少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 或者是发展 对于这种致敏因子的耐受